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7月12日星期天 欢迎来到财经内演 内演的会员网站是能联系到我的最后平台 网站的域名是3w.财经内演的全篇.com 你们可以收听内演各期节目的音频、文字 还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 欢迎大家订阅 一个星期没有做水灾的节目 那么今天必须要做一起了 其实做水灾视频也不完全是为了流量 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 就像当初我跟踪报道 武汉肺炎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是病毒还是水灾 可以说很多信息在国内都是不让说的 就算你说了会被封号删文章 我自己是身处自由之地 那么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言论自由这个环境 让很多在等着看我节目的朋友 通过我做的视频来了解到水灾的真相 我觉得能达到这个目的也就够了 今年的洪灾确实是比往年大很多 可以说直追1998年了 那么现在和一周前相比水灾也是更严重的 四川 重庆 云南 贵州 这一带的洪灾稍微的消停了一点 但是长江中下游就遭殃了 这个险情和灾情是频出 主要集中在长江风下游的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浙江 江苏一带 可以说到处是超警戒水位 溃滴 淹水 到处是房屋垮塌 车 人被水冲走的一些视频呢 看得让人是触目惊心 也非常揪心 我们先来说一下江西 7月8日 因为三峡泄洪 致使长江的所谓暴涨 倒灌鄱阳湖 再加上比往年偏多六成的强降雨 那么鄱阳湖 及其各大支流的水位 就快速的上涨 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 到7日8点的时候 那么长江倒灌鄱阳湖的流量 已经达到了396立方每秒 本来各个省都指望长江 成为天然的泄洪的通道 各省都希望将自己省内的洪水 排到长江里面去 哪晓得了 现在长江出现倒灌了 所以现在长江水倒灌 是鄱阳湖地区 洪灾最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 鄱阳湖地区 它的地势是比较低 江西省基本上80%的河流 全部都流进了鄱阳湖 那么这就使得鄱阳湖的水 涨得非常高非常快 可以说水已经快装满了 那么上游河流的水 就流不进来 流不下去了 水就开始回流 致使水灾的面积了 更加大 更加严重 我记得前两年呢 一直在讨论鄱阳湖和长江 衔接的口词 就是湖口 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大坝的问题 当然呢 主要考虑的因素呢 就是说枯水季节 因为长江是蓄水 主要是三峡蓄水 那么鄱阳湖的水呢 就都流到长江里面去 长江的水位很低马下游 所以鄱阳湖呢 就变成了大草原 而洪水季节的时候呢 三峡又泄洪 加上中下游的暴雨来 加大水量 所以长江水呢 倒灌 鄱阳湖 它的水就排不出去 泛滥成灾 当然 当初讨论的这个工程呢 就像三峡一样 它的设想是非常好的 但是现实可能操作起来的问题比较多 不管是它的工程投资 生态环境的影响 还是说工程是否能达到想要的目的 可能都是未知数 最后这个工程呢 就不了了之 刚才说到长江倒灌鄱阳湖 那么再加上这几天呢 江西的干江 饶河 修河 信河 鄱阳湖 接年呢 发生了有编号的洪水啊 就是都是水量比较大的 超紧的站次呢 都是历史上罕见 而饶河鄱阳湖站的水位啊 在今天是超过了警戒水位啊 三米多 就在我节目完稿的时候啊 我收到的消息 是饶河鄱阳湖 它的水位提前16个小时 超过了1998年 创下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而且水位现在还在继续上涨 鄱阳湖水位6月下旬呢 开始快速上涨 当前鄱阳湖的湖口站 已经是超过了警戒水位2.3米 比同期是偏高了3.9米啊 从偏低到偏高 它的便幅达到了6.4米 可以说是非常快的 今天水位特别高 特别是近期 鄱阳湖水位呢 连续8天 每天涨幅啊 基本上都在40公分以上 单天的最大涨幅啊 有时达到了0.65米啊 可以说都是历史罕见的 那么预计鄱阳湖 将发生流域性的特大洪水 就是今年 我们看各大主流媒体啊 今天都在报道鄱阳湖的水灾 这将超过1998年 目前呢 有10个城市啊 受灾 当局发布了洪水 红色及橙色预警 红色是最高的 我们知道水灾中最怕的 就是大江大湖 它溃口决堤 去年呢 是湖南的湘江 多次溃口决堤 而今年呢 则发生在 迅期刚刚开始的江西啊 最大的县城 就是鄱阳县 也是发生了溃口 我们看一下 江西省上饶鄱阳县 县域类的河流 湖泊水位啊 在7月10号的时候 就开始爆炸 全县14座围堤啊 出现了漫堤 绝口的险情 其中包括 两座万亩的围堤 面积非常之大 鄱阳湖绝堤啊 它的水淹啊 4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 相当于三个广丰县 导致整个江西啊 最大的人口大县 300万亩水稻啊 基本上是绝收了 可以说这是几十年来 没有出现过的 对今年粮食生产呢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有当地的居民说 幸好溃口发生在白天 如果在晚上啊 就非常惨了 我看到有视频呢 有人在洪水 骑胸前的水里面啊 救人 所以说这个溃口的水量啊 也是相当大的 当然了 到底死了多少人 他们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他们通报的死亡人数 是140多个人 就是27省的水灾 那么这个数据 当然是值得怀疑的 昨天我发了一个 鄱阳湖溃堤的视频 周边的乡镇 可以说几乎是 全部泡在水里面 从府拍的视频里面来看呢 完全是 泽国千里的样子 房子和田地 全部都泡到水里面去了 就像板桥水库 溃坝的现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视频 还有一些照片 有一个网友呢 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说 你也你的苦口婆心 帮了很多人 但是有些人 还是对CCP抱有幻想 觉得你说的是天方夜谭 太过了 现在呢 他们正在水里面 愉快的游泳了 确实啊 我几乎在每期 关于三峡水灾的节目里面 都会提醒大家 准备几件救生衣 至少说准备几个轮胎 也可以派上用场 花不了几个钱 就当上卖保险 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那么我在这个网友的留言 下面就问了一句 有多少人做了准备 买了救生衣的 我看很多人呢 都说自己给家人 已经买了救生衣 说实话 听到这点 还是有点感动 我还是希望 我的建议 能让大家度过 今年这场 来者不善的大洪水 昨天呢 江西省 他已经启动了 防汛一级的应急响应 那么这是洪灾最高级别 而今天呢 江西省委书记刘琦 紧急召开了 全省的防汛工作调度会 宣布江西进入战时状态 江西啊 保卫战开始打响 昨天呢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 他发布了 长江中下游干流 九江至湖口江段 鄱阳湖湖区洪水 红色的警报 继续发布了 长江中下游干流 陈林基至汉口江段 洞庭湖湖区 大通以下江段的 橙色预警 预计未来几天 从四川盆地啊 到江汉平原 到江西安徽 都有大大暴雨 陈林基附近的江段 仍然有0.2米左右的涨幅 莲花塘占水位呢 将接近保证水位 汉口至大通江段呢 仍然有一米左右的 水位的涨幅 九江至湖口江段 将超过保证水位 如果大家对 长江流津的地流位置 不熟悉的话 可能听起来 这些名字啊 比较费劲 简单的说啊 就是长江各个 重要的水文站 它的洪水啊 说将会非常严重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 陈林基的水文站呢 就是监控洞庭湖 和长江汇合处的水位的 而湖口站呢 它主要是监控 鄱阳湖和长江汇合处水位的 再加上湖北的汉口站 安徽的大通站 还有三峡的霸前水位 那么还有重庆的寸滩水位 所以大家只要记住啊 这几个关键水文站 它的水位和水的流速 大概就能知道啊 整条长江 它的防洪情况 到底怎么样 这几个点呢 我几乎每天都要看几次 7月9日的时候呢 因为三峡泄洪 致使长江安徽 断它的水位啊 一天的时间就暴涨了 三米 支流的洪水 无法正常的排入长江 安徽22条河流啊 出现了超紧接的水位 其中像 瑶渡河 农泉河就发生了 超历史最高水位的大洪水 河流沿线的城镇呢 全部被淹没了 高考的那几天呢 正是安徽灾情最严重的时候 你像安徽黄山的射线 他就因为暴雨洪灾 当地的高考的语文考试啊 就临时的紧急迎期了 我看很多视频呢 还有一些高考的学生 穿着泳裤 穿着短裤 游水啊 去参加高考的 还有一个父亲呢 背着女儿 是去参加高考 在水里面游 那个场面却是非常悲壮 让人心惊啊 安徽黄山下面呢 一座500多年的古桥呢 也被洪水冲走 一些汽车呢 都被洪水冲走 房子呢 被洪水冲垮 你像射线 他的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啊 就快速的上涨 河水倒灌 淹没村庄 桥梁 城区 农作物啊 可以说经济损失啊 也是非常之大 当地企业呢 也深受到重创 安徽洪灾了 一个传播的非常广的视频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就是说的一家茶企 他的损失啊 将近3000吨的茶叶 所以茶叶被洪水泡坏了 损失达到了9000万元 负责人呢 前往工厂整理那些茶叶的时候啊 就痛哭失声啊 这个视频传播的非常广 那么安徽当地呢 也有电视台的一些视频报道 视频就显示啊 东志县 整个县城是完全被淹了 有些地方的水深呢 竟然达到了两米 水都淹到了二楼 可以说 许多民众呢 就被困 想出门 你非要从二楼的阳台上爬出去 所有的陆地交通工具呢 全部失效 出门啊 只能沉船 那么这次水灾的破坏范围啊 可以说非常之大 这几天江西和安徽啊 都是重灾区 其中 人祸的因素啊 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 从上到下 长江流域 各个省市的持续挤压长江 和沿江湖泊的空间 像维江建房 维湖 搞地产开发 填湖 可以说整个水系的蓄洪能力啊 都被严重削弱 很多地方的应急措施和救援呢 更多的是政治作秀 弄一些人来做做样子拍照 然后呢 作为所谓的党员抗洪进行来宣传 都是做样子的 可以说 抗洪一线呢 基本上都看不到领导的声音 记着采访的时候呢 或者抗洪快结束的时候啊 领导才出来走一下过场 上一下劲 而救灾物资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曾经啊 就出现过人均两分前的救灾物资 这样一个笑话 就是上个月 那么另外就是三峡 当初建三峡的时候啊 号称可以拿万年一遇的洪水 但是现在看来啊 十年一年一遇的洪水啊 都够呛 三峡水库号称蓄水的水位 可以达到175米 但是啊 从145米啊 三峡就开始泄洪了 迅期还没有到一半 那么洪水最大的7月下旬和8月上旬还没有到了 那么三峡库区现在的水位啊 我看一下已经达到了150米以上 它的动态的防洪库容呢 基本上是用了一半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上游来多少水 三峡大坝就放多少水 丧失了蓄洪的能力 丧失了替下游分忧的能力啊 那么这也是长江下游鄱阳湖口和大同两个站点的水位 暴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三峡大坝泄洪 那么今天呢 重庆乌山呢 也是发生了三级的地震 这是三峡库区的核心地段呢 以前地震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在三峡库区的库尾 或者是在四川宜兵 也就是三峡水库之外 现在呢 全部都下移到了三峡库区 可以说我觉得这个趋势啊 不太好 那么今年超级的全流域的洪水啊 不知道三峡大坝 它能抗几级的地震 我感觉这是三峡 不敢将水位蓄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它必然疯狂的泄洪来自保 如果高水位碰上了强地震 那么三峡大坝可能就麻烦了 而就在我收到啊 三峡库区乌山发生三级地震之内的20分钟啊 在河北的唐山 刚刚就发生了李氏5.1级的地震 虽然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多钟 但是我看朋友圈啊 都被地震刷屏了 因为北京呢 有非常明显的震感 有的网友说呀 被地震摇晃给弄醒了 很多网友呢 说至少持续了10秒钟 接连两个地方地震呢 一个是在三峡的核心库区 是冲着三峡而去的 那么一个是在京 经济地带 有当年唐山大地震的背景 如果按照神秘学的解释啊 确实是今年非常玄乎 因为今年以来呢 你像瘟疫 洪水 蝗虫 地震呢 这比上帝的实灾 我觉得都还要猛 可以说庚子年呢 真不是一个好年 大凶 我们看看今年剩下的月份 还会发生点什么 而这几天呢 因为三峡泄洪和武汉的暴雨啊 湖北各大江河湖泊呢 也是水位暴涨 长江的水位啊 更是牵动了全国人的心 大家都替武汉捏了一把汉 昨天晚上 我看汉口站的水位是28.45米 到今天早上呢 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水位已经涨到了28.63米 涨了20公分 而在过去的四天 武汉的水位已经上涨了一米 那么这个速度也是非常之快的 那么现在的水位28.63米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水位啊 已经超过了汉口的警戒水位 超过了1.3米 你29.73的保证水位 只有1.1米 那么这个保证水位 基本上就是武汉最后的防线 而1998年大洪水的时候啊 武汉的水位最高才是29.3米 你29.73的保证水位只有0.4米 而现在汉期啊 才刚刚开始 7月下旬到8月上旬啊 才是洪灾的高峰 那么这1.1米的武汉防洪空间呢 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 目前呢 三峡已经是自顾不暇了 虽然一直在全力泄洪 但是水位呢 一直在暴涨 到7月10日的时候呢 三峡的水位啊 已经突破了150米 三峡在汛期到来前 他放空他的库容 到了145米的防洪水位 那么至现在的真正的洪风 还没有到来之前呢 他已经暴涨了5米 所以他已经顾不上下游地区的洪水滔天了 只管全力泄洪 网友发布的视频就显示啊 武汉白沙洲都被淹了 只剩下树梢 为了保证武汉市的安全呢 就开始牺牲周边农民的利益 武汉周边所有的农亭呢 是停止排水 这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昨天呢 有一条视频就开始火了 是武汉的一个网友拍摄的 武汉关于洪水的情况 视频镜头呢 新拍摄的是长江的水位已经非常之高 就拍长江的水位 接着镜头一扫 扫到了长江堤防之外的武汉的沿江大道 发现呢 街道的路面比武汉的水位啊 长江的水位至少低了两到三米啊 可以说非常吓人 长江在武汉呢 已经变成了一条悬江悬河了 就悬在空中几米的 所以这个视频被网友封转 武汉市民的恐慌呢 也开始加剧 毕竟呢在悬河之下了 那么一旦武汉长江低防溃口 武汉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机会逃离的 这比病毒可以说还要厉害 刚刚我看到武汉防洪专家组的组长出来辟谣 说让大家放心武汉长江低防呢 可以防32米的水位比1954年的洪水啊 还要高两米看到这里啊 说实话就想笑感觉又是一个不会人传人 那套说辞的一个专家 这明显呢就是忽悠老百姓不懂工程了 因为低防高度并非是防洪安全的绝对保证 不是说你越高你就越安全 你低防修到了100米你就越安全 不是这个概念 对于长期在水上的低防来说呀 长时间高水位现在开始浸泡 那么难免就会出现一些险情 因为以前它在水上面的 对你现在水来把它浸泡 那么浸泡久了 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多处出现了管用 那么就是溃低的前兆 就算水位不到32米 长江也会跪低 当然了不管是武汉 还是前面说的江西 防洪保卫站啊 可以说都有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利用分洪工程来引导洪水流入居民区 减轻长江洪灾的压力 来保证武汉保九江等一些大众城市 那么这是不得已的选择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是城市防洪啊 可以说是它最后一道的防线 保武汉的分洪工程呢 就有金江分洪工程 金江分洪区是1952年开始建造的 位于金江南岸的湖北省的 荆州公安县境内 金江分洪工程 它是长江中游防洪工程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确保金江大堤 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防洪安全呢 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分洪区内啊 一般的房子 它不会修太高 不会修太好 而且这个分洪区内 它的基础建设呢 都是比较落后的 因为说白了 这些地方就是为了准备被水淹的 为了牺牲自己 迎接特大洪水 为保卫武汉做贡献而建设的 当然了 启用分洪区啊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能保武汉 但是肯定能大大减轻武汉的防洪压力 那么今年用不用得到 就看情况了 面对江西的大洪水啊 昨天水利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 副总工程师陈桂亚 他表示啊 目前鄱阳湖湖口的水位 已经超过了22米 受后续强降雨的影响 预计洪峰在7月15号左右了 就要到达 那么逼近1998年7月31日的 22.59米的最高水位 陈桂亚说 长江干流的蓄洪区呢 有四个在鄱阳湖区 如果江西洪水无法控制 那么这些蓄洪区啊 将会启用 这将是1998年以来首次启用 这也是长江防洪的最后一道保障 而现在的情况啊 和98年的情况就非常像 还不仅是长江流域的洪水啊 今年黄河的水量也是非常之大的 你像小浪底也是开了很足的马列啊 开始泄洪 而且呢 像其他的流域 你像西安 那种地方啊 现在都水深都很高了 就是也是被水淹了 可以说 今年这个防洪的压力啊 是非常之大 几乎上是几个流域 同时发生大洪水 所以我觉得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 所以从这次情况来看呢 长江洪水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了 武汉和江西呢 是目前长江上最薄弱的两个环节 江西洪水啊 已经突破了1998年的最高水位 目前呢 还在快速的上涨 搞不好啊 江西就是今年第一个被洪水攻破的省份 而武汉的洪水水位呢 已是超过了历年的同期 创了历史的新高 可以说三峡和暴雨的夹击之下呢 长江已经成为一条悬河 武汉今年能否守得住啊 我觉得只有求上帝保佑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随手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